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冰箱几乎是每家每户必备的一样电器 冰箱哪儿都好 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便利 但有一点不好的就是冰箱用久了 难免会产生异味 打开冰箱后,扑面而来的那股味道 经常让我差点当场去世 如何让冰箱里恢复清新的空气 是我们经常会关注的问题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冰箱除臭 冰箱为什么会发臭 冰箱会发臭 其实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不同的冷冻室 不同的食材之间串味了 每种食材都有自己的味道 可能单独闻起来还好 但是不同食材的味道 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就让人一言难尽了 另一个原因就是食材腐烂而散发出来的臭味 这通常发生在冰箱的冷藏室内 冰箱的冷藏室温度通常都在4摄氏度左右 这个温度下细菌微生物只是延缓了繁殖 并不是完全停止繁殖 所以食材在冷藏室放久了 依然会腐烂 从而产生异味 去除冰箱异味的小妙招 一 橘子皮法 新年的时候相信不少人都在吃橘子 我们一般是吃了果肉 就把橘子皮给丢掉了 却不知道橘子皮对冰箱的异味很有用处 我们可以找来几块新鲜的橘子皮 把橘子皮掰开 放在冰箱的几个角落里 橘子皮本身自带一股水果的清香 把橘子皮放到冰箱中 可以让冰箱的异味被橘子皮的水果香掩盖 所以想要冰箱更香 最好多放几片橘子皮 但是橘子皮的气味比较容易挥发 所以最好两天更换一次橘子皮 橘子皮会随着时间的流失慢慢腐烂 如果长时间不更换橘子皮 橘子皮变质之后会发臭 反而令冰箱更臭 2.洋葱白酒法 洋葱有着很浓重的气味 可以掩盖掉冰箱的异味 并且还能吸附掉冰箱中的异味 但是直接把洋葱放到冰箱是不行的 首先我们要将洋葱切片 之后再切块 然后用碗把洋葱装起来 之后在碗中倒入一些高浓度的白酒 让洋葱浸泡在白酒中 之后再找来保鲜膜 把碗口封盐式 保鲜膜的密封性还是不错的 把碗口封住 就无法使洋葱的气味散发出来 所以我们要用牙签 在保鲜膜上扎破几个洞 让洋葱和白酒的气味 可以散发出来 之后放到冰箱中就可以了 洋葱的气味 可以让冰箱的气味变淡 并且白酒有杀菌的作用 两样东西放在一起 然后再放到冰箱里 既能去除掉冰箱的异味 也可以起到杀菌的效果 三 放五角钱硬币 五毛钱的硬币 基本上都是铜制的 这种材质本身就具备 极强的吸附能力 用它来消除冰箱内的气味 是完全足够的 可以在冰箱内多放几枚硬币 一般隔一到两天左右 异味就能消失 也不会影响乡内的环境 四 花椒白醋法 花椒和白醋是同洋葱白醋一样的原理 花椒和白醋的气味都比较浓烈 放入冰箱之后 气味慢慢地散发到冰箱中 能够很好地去除掉冰箱中的异味 所以我们可以把花椒和白醋一起放入碗中 让花椒完全浸泡在白醋中 稍微放置一会儿 让两者的气味互相融合 然后直接放到冰箱中就好了 如果花椒和白醋的气味完全消失掉 我们还可以重新买一些花椒和白醋 重新制作一碗 这样就可以一直保持冰箱气味清新 五 卫生纸法 平时我们都是用卫生纸来擦拭东西 并且纸巾浴水就会软化不能用 所以我们都是尽量避免卫生纸接触到水 而冰箱中水气比较多 我们从来不会把卫生纸放到冰箱中 但是把卫生纸放到冰箱中 可以让冰箱一直保持空气清新 因为卫生纸的纸浆分子很大 这个分子是有吸附能力的 能够很好地吸附掉冰箱中的异味 所以我们可以把一卷卫生纸直接放进冰箱中 让冰箱一直保持清新的气味 但是冰箱中比较潮湿 而卫生纸一旦潮湿就没有吸附能力了 所以如果卫生纸完全湿掉 我们就要更换新的卫生纸 为何冰箱内放卫生纸 朋友告诉我 在冰箱内放卫生纸 主要是因为它的两大功效 一 去异味 卫生纸的纸浆分子大 能起到吸附作用 放在冰箱内 可以有效取出冰箱内产生的异味 二 省电 平日热饭直接放进冰箱内 或者频繁开启冰箱 都会让箱内存留的水汽过多 在低温下 水汽很容易结霜 这时候 冰箱为了达到更好的制冷效果 只能不断运转 高功率运行 肯定会增加耗电量 而放卫生纸的目的 就是让它起到吸收冰箱内 多余水分的作用 减少结霜 降低耗电量 长期放置后 会明显发现 卫生纸逐渐变得湿润 这就说明它起到了效果 这时候要及时更换新的卫生纸 否则毫无作用 冰箱异味 无法去除怎么办 如果冰箱内的异味 仍旧反复出现 这就该考虑 是不是排气孔堵塞了 可以将冰箱清理干净 找到冷藏室内壁下端的小孔 灌入一点水 如果发现下水速度变慢 说明已经堵塞了 这时候最好用小铁丝桶一桶 将食物残渣或积水剔除掉 做好疏通后 冰箱内就不会总有异味了 使用冰箱需注意 冰箱是一款很有用的电器 但是如果使用不当 很容易使得冰箱出现问题 尤其是下面这两点 平时一定要注意 一 不要共用插座 冰箱需要的功率是比较大的 和其他电器 共同使用一个插座 很容易出现短路的情况 所以冰箱最好单独使用一个插座 二 放对位置 我们一般会把冰箱放到厨房中 但是冰箱是需要散热才能正常运作 如果放的位置不对 就需要消耗更多的电量来散热 这就容易缩短冰箱的使用寿命 所以我们最好让冰箱远离热源 并且四面都不能贴着墙放置 其实无论你选多贵的冰箱 如果不注意清理 食材往冰箱里一扔就是好几个星期 冰箱都还是会发臭 而如果食物发臭了都不清理掉 用再多的冰箱除味剂也没有用 所以说到底 要想让冰箱没有味道 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冰箱干净 不要什么东西都往冰箱里面扔 买一些保鲜盒 将不同的食物分类放到保鲜盒后 再放到冰箱 这样就能最大程度的减少不同食物之间的串味 而且还能延长食物的存储时间 而且 用保鲜盒收纳好后 还能让冰箱变得干净整洁 拿东西的时候一目了然 还能减少冰箱里的细菌滋生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一边